DV 我是宮庫的娟儒 祝大家牛年壯的跟牛一樣 大家好我是宮庫的裕真 祝大家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大家好我是宮庫的柔景 祝大家財運滾滾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 還有金眾朋友 今天是 是蔡林Line時光會特施的第三百集 我們今天會到第一次大園出賽 所以今天很特別 豐富成立十四年來 第一次全體的成員來跟大家二歲 我們先祝大家 新年快樂 有轉全坤新大禮 今天是一個非常操縱的 都是女生 只有沒有男生 現在男生不中了 受不了 受不了 我今天很吵 所以當然我們還有啦 今天還有一個團隊 你有沒有跟他講 是燦爛時光會各式的團隊 只要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到現場來 所以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應該會踢照片 然後就說有黃沛騎 陳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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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自己踢上去喔 對沒有錯 如果他們我們忘了踢的話 就自己想像他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想看 好如果我們在為了 那我們今天當然要先自我介紹 我們當然要請我們最資深的成員 楊娟爐 來跟我們最資深的成員 來跟我們最資深的介紹 透過他帶你先來看些什麼 好多表現 大家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就是很難得就是公庫可以用就是大家一起跟大家見面這樣 然後他在節目上露臉也是要賣一點什麼的 沒有啦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經費越來越結局了 必須要賣一點才能夠 看能不能多一點點捐款 像這邊都寫豐收公庫 對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今天做特質的目的 因為我們有豐收的話我們才能就是 就是有經費然後有資源可以再做更多好的報導或好的專題這樣 那沒有跟大家介紹我是娟儒 就是在公庫 公庫有豬多久他最有多 不理不計事我覺得很棒喔 就這樣很不好意思說這樣很不好意思 待了很久但是就是小費費一個這樣子 對 那就是新的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 反正就從前兩年的去年開始都是疫情的狀況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還是要到處跑 所以就知道戴著口罩到處跑新聞採訪這樣 抗爭也不會因為疫情的到來就是燒機場這樣 有來有少但是我們還是要盡力的去報考去記錄這樣子 的確那個抗爭其實並不會不只會不會因為疫情而減少 也不會因為政黨人體而減少 我就是大概可以去看我們的聲韻發電機 會發現哇這個什麼 會越來越多這個抗爭的議題 好那娟儒介紹完之後 當然是我們介紹裡面最吵的 對這個江欣儒 那是我 對沒有錯 我已經很久沒有在那邊吵 因為很久沒辦公室 那大家好我是欣儀 然後我覺得很尷尬 沒有沒有 我是江欣儀然後我是工作編輯 然後就是到處搶便當 那我的夢想是希望今天可以拍自己的 我希望我可以當Youtuber 或可以開Podcast 然後我想說我借我今天當作一個跳舞 跳下去 你看我在工庫要連這個然後蹭一下這樣 所以編輯在幹嘛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投書或是有新聞稿或是有 有採訪通知都都是我編的 那有時候如果就是有沒有PO好的話 確實是我錯 對沒有錯 像今天就有出事的一天 然後就有被那個郁真幫我改了一下 對那如果有漏掉很多很多的 在某個地方沒有PO 我們都會提醒他 他都由大家來稱讚 對不對 他要發揮他的通人 好我們下一位 欸這個狐誇啦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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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工庫的記者郁真 然後我綽號叫Local 那就是在工庫大概一年左右 一年多左右 對 然後目前也是在台北的辦公室 跟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歡樂 嗯 歡樂 歡樂 不喝酒 不是洋芋子 洪芋子 洪芋子 天啊 我也只要老人 對 靠他的氣態 洪芋真其實也是負責幫我們 吹這個 問候 問候大家 如果你的捐款告解的話 通常都會接到他的電話 待會再跟我們講說他在這個 這個問候大家的過程當中 遇到了什麼樣一些有趣 或者是值得我們再去重新思考的一些問題 好下一位就是吳龍景 大家好我是龍景 也就是本工庫目前最資深 最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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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現在大概就只半年多而已 然後 目前還有 擔任兼任美宣的工作 就是畫電子報 請大家多看電子報 美圖 耶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是要介紹完一圈之後 那我們還是要去我們最資深的洋圈路 來跟我們聊一下他在這個 這麼多年喔 公庫14年左右的時間 你覺得公庫在這14年以來 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公庫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以前的角色跟現在的角色完全不一樣 然後這一段好像會 放在心裡好像很無聊耶 以前就是一個被學者的數位點藏計畫 然後所以以前就是專職就是 紀錄很多社羽影像 但是現在呢 也是紀錄了很多社會運動的影像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還要再努力的 伸出文字報道 那你也可以說 以前我們可能很像那種 什麼紀錄片導演啊 蹲點啊這樣 但是我們就跑遍每一個抗爭現場 那現在我們一樣還是跑現場 不過我們還要一人生就是 呃又要拍照 又要會錄影 又要會拍攝 然後你又要寫即時 喔跟蘋果日報記者差不多 就是大概都是一人生 就扛兩機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扛久了 實在工商不會少 因為那個攝影機雖然說大不大 還是蠻重的 然後我要馬上掏出我的手機 就是拍現場照片 其實是還是蠻累的啦 那公布其實十幾年來 那以前是一個我們管中翔 中翔翔學者的一個數位點藏計畫 所以當時國際會有數位點藏計畫 我們就去申請了這個計畫 我在想我們可能是 也許是數位點藏計畫 然後唯一活下來還有在運作 要不然很多大概就已經 大概就休息了或結束了 對就是可能學者的一些 那種計畫可能就是 三年期五年期就到期了嘛 但是其實我們後來還是努力 成立協會讓他活下來 尤其是我們這個第一任庫長就是管中翔 他就是努力的呢 到處去我們也是一起努力的募款 然後是舉辦座談會 然後是有些經費可以讓我們成立協會 所以現在呢我們就是要負責 那個處理這協會的會務啊 或是行政 然後讓大家可以 然後持續的讓公布的這個 報紙工作可以繼續下去活下去這樣 其實我們大概都是一人多工 一個人要負責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 然後採訪寫稿 還是我們最基本的 可是我們會覺得 還是要有人做行政 但是如果單獨有一個人去做行政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NGO 單獨做行政 他其實都是非常累的 然後這個組織這個機構那麼小 然後部門分那麼多 其實反而有時候會花很多時間在溝通什麼 所以當然會接著做 接著做當然就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剛剛談到那個數位典長計畫 就是我會覺得 結果我們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台灣的社會運動留下來嘛 那這個留下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歷史 台灣社會發展的歷史 我常常在說 我們做的就是 人家做公侯將項的歷史 我們做的是刺客列傳 就是把這些可能對於社會被受到壓迫 或是對是有制度 有些意見的人 他們的聲音 他們其實都把它留下來 所以當然我們會很辛苦的去撐下來 但是在所有的辛苦當中 有一個最不辛苦的人 是你嗎 我耶 因為他的工作是最單純 有消滅之下大概一人多工 因為我這個哏好像噗的不是很好 對 很不錯 很不錯 就直接算一下你 很不錯 那我要講說什麼 你就講說你都沒有做什麼事情 我沒有 我們工庫的看板很重要啊 對 你可以介紹一下看板 那我介紹一下就是我工作內容 就是我要負責PO 我工庫的行動看板 沒錯 所以行動看板很重要 就是要講一下 那行動看板其實是因為我們就是希望說 其實媒體它是有一個就是說 讓大家其實都可以來發聲啊 或是表達意見的平台 那我們可能跟一般的媒體比較不一樣 是工庫或是像土老王可能都有這種 就是我們會把每一天可能有什麼樣的採訪工資 我們可能團體議員就會把它PO在行動看板 那這一方面其實是說 讓其他記者如果他們有看的話 他們也可以知道說明天其實有哪一些 跟社運或議題相關的這個線可以來跑 那還有一方面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說 它其實長期累積下來 我們可以去看到就是 就是像剛剛可能管道有講就是說 它其實不隨著政黨人替而有改變 其實是每天都還是有很多的這個採訪通知 或是議題就是出現 可是可能是譬如說媒體關注度比較低 或什麼我們平常不會注意 但看我們的行動看板其實每天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還是有非常多 所以行動看板就是台灣社會運動的形勢裡 我們有一個這個日曆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然後你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哇哪一個單位發了什麼 哪一個單位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點 他們要做些什麼 然後它大概就是一個新聞採通 那你會把它放在這個網站上面 我們的眼書上面跟網站上面 聽說也有人用我們這些 所審理搜集的東西寫了一篇碩士論文 對啊就是我有一個好學姐吧 就是她之前在寫論文說 她其實在研究那個台灣的社運團體 他們之間一些串連的網絡 那當時她其實就有問說 欸就是公庫其實有行動看板 那她就是說 他們其實有從那個看板上面 其實有去撈一些資料 然後來看說 欸過去幾年台灣的那個社運 可能一些團體的出現啊 或是一些團體的轉型或改變這樣 就是他們其實就有從這邊去撈一些資料出來做研究 對其實行動看板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除了要把這些歷史的紀錄留下來之外 其實當時有一個因素啦 就是我們人人很少 就是空庫的成員很少 但是事件很多 我們沒有辦法去跑每一個事件的現場 可是我們至少要讓大家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的力有未來能力不足的時候 至少我們可以多文字讓大家講 那這個除了文字把他們的這些抗爭者 或是社運團體的這些內容把它呈現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社運發電機 那像社運發電機它主要其實會PO的可能 就是團體寄來的新聞稿 然後還有那個連署啊、聲明相關的內容 那它可能跟採訪方式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其實大部分是團體可能已經開完記者會 那可是像是我們的報導裡面 可能就是我們確實會去 可能很多報導是我們會去現場 可是那個現場可能我們寫的側重某一部分 但是團體寄來的那個新聞稿或採訪方式 可能會比較多是他們這一次記者會 就是他們想要呈現的重點 那可能就會跟我們在現場的報導的角度 可能又會比較不一樣 而且很多團體他們可能 就是像地球公民啊什麼 他們其實常常會附上很多附件 那那附件其實很重要 就是他們花很多時間去整理的一些 那個就是可能資料或數據 那這個對於就是對這議題真的感興趣 或是對一些可能真正受影響的地方居民而言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好玩的 就是社運發電機它是可以讓大家 跟我們從共同角度去看同樣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是一個報導 我覺得做一個報導者 它其實還是一個轉移的過程 畢竟我們不是當事人 我們會站在一個不是神的角度 而是一個相對之下 我們會覺得一種客觀者的角度 客觀不是兩面並程 而是把那個事實盡可能的找出呈現出來 然後我們也會去查證他們所說的東西 但是他們是有他自己裡面的話 他自己想要說 那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欄位 有這樣的一個專頁 讓他好好去說 這其實就是做某種的一種 所謂的主觀的第一人稱 或是第三視角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那也可以讓大家去對照說 我們的報導跟這些當事人 他們所要想的話之間 有什麼樣的不同的地方 好 下面這一位是洪玉珍 洪玉珍其實是 是我們裡頭 每天 不是每天 大概每個月都打電話 然後說 欸 你好我是公庫洪玉珍 好 那大家會把電話掛斷 但是他後面還沒有想 因為有時候很多 真的朋友捐款給我們 可是他可能因為信用卡 刷不到 或是到擊 那我們就提醒大家說 欸 要記得來捐款支持我們喔 沒錯 就是我大概每個月都會 可能有 每週都會打個一兩次電話 就是拜訪你的捐款 就是這樣 那我們通常拜訪的時間 就是晚上 就可能七八點左右 然後最晚就是到九點之前 絕對不會打擾大家 但是 因為也是配合說 就是大家的那個 上下班時間啦 因為上班 平常大家上班都忙 然後你要接 這種捐款電話 應該會覺得非常的煩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像我們記者的話 如果我晚上要打捐款電話 拜訪大家 那基本上 我就是早上 就先不用那麼早上班 然後把我的工時 摸一到晚上來上班這樣 所以就是 跟我們可以去彈性的調整 我們工作時間 對 因為很多人就說 你早上採訪新聞 晚上有打電話很辛苦 那真的是蠻辛苦的啦 對 或者就說什麼 你們怎麼加班到這麼晚 然後我想說 沒有啊 我早上就 對 我都解釋 然後 或者有的就很心急 然後我可能就沒有餘育多講 但統一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沒有那麼辛苦 不要激動 但還是很辛苦 那不是感覺我們都很廢 也不是 對 然後就是可以跟大家提醒說 例如說你的扣款的狀況啊 或者是 欸你可能捐款到齊了 那要不要再繼續支持我嗎 或是你覺得我哪裡不好 你都可以跟我講 你就是跟我說對了 我一定幫你傳達給大家 因為我們其實真的 我們還需要大家的feedback 讓我們成長著著 其實這個打電話啊 一部分當然是提醒大家 你的信用卡到齊了 或者是在尋問說 你要不要再繼續支持我們 可是對我們來講 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會跟大家 直接互動 直接的接觸 因為很多的媒體 都會把讀者當作是消費者 所以我今天生產一個東西 然後給你看 然後你看完之後呢 你喜歡不喜歡 然後你按讚不按讚 分享不分享 或是你可能在留言會 去罵我們 酸我們 或者是連我們拍手支持 都有可能 可是它還是一種 隨著消費的關係 可是我們一直強調的是 我們跟讀者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我們是共同去經理 所以我們待會兒講一下 我們在辦朋友會 其實會常常有很多 然後各種各種地方 告訴大家 報告一下我們所做的事情 那當然洪玉生在打電話的時候 其實也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 其實楊絕股有時候 其實他也會幫忙打電話 待會兒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談說 到底打電話遇到什麼狀況 但是我現在不知道的是說 我們休息這段時間要幹嘛 不管啦 反正這十塊就是休息 我們就先休息 喝個茶 喝個茶 吃個年糕 喝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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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看到的社会运动 都是一种所谓的被忽略或是扭曲 那他不太能够理解社会的真心是什么 所以我们愿意或是我们希望 能够跟绿色小组去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刚好有这样一个国家型的计划 我们就去申请 那就开始了公库的运作 我们的影像在某种状态底下 我们是一种公共化的 你只要是非盈利的使用 都可以来跟我们去使用我们的影片 那是不用付费的 或者是说我们会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是站在权力者的对立面 有时候我觉得在社运 很多场合上面是 很多一般的媒体就会觉得说 我已经讲过了 或者他就觉得没有画面 然后没有爆点 所以我不需要来采访 但是公库他不一样 我觉得他在每一个很艰难 或者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没有媒体效益的这个新闻上面 我觉得他们都会出现 主流媒体在爆的时候 他其实就不会那么 那么就是整体性的爆 他可能就是针对今天我们单一个 有一个对外的记者会 或者是有一个抗争行动 对 这样就是 就只有针对单一个面去看 那所以我们 以我们的角度会看 其实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个传递 或者是传播这样一个资讯嘛 那是可以去补足一些 比较系统式的脉络 让观众或者是读者 可以去了解 这些官长工人是够辛苦的 背后有那么多的遗照放在那里 这些人永远看不到 胜诉的那一天 就被老委会以借钱不还的屋名 带着这个屋名而离开的字 工库的特色就是会在胜率现场 从头呆到尾 高雄同志游行最后我就拍摄到 那个叶勇志的妈妈叫陈君如女士 我曾经跨过海口 我救不了我的小孩 我要救跟她一样的小孩 那这个影片呢 其实就是带给很多同志族群 非常大的鼓励 因为这是叶勇志妈妈 第一次的一个公开发言 那我就把它单独的发言 就是剪辑出来放在网路上 那这个影片其实带给很多 高中的公民老师的一些专载 以及就是在课堂上使用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叶勇志事件 其实是代表着性别平等教育法 的一个推动 我觉得当我们在看这种媒体的时候 可能不能够只有看她的外在的不同 因为她的外在的不同 常常会跟她怎么生产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经费 从过去是科技部的计划 后来现在是所谓的大众的捐款 所以它是来自于公共的钱 我们被告什么妨碍交通啊 公共危险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证明说 我们没有妨碍 我们没有造成危险 最后我是跟公库调的影片 因为他们有完整的影片 那我常常会开玩笑 就是握有我们最多讯息的 可能是警察还有公库 今天公库关心的议题 比如说从移工啊 圆民啊 社区啊 性别啊 各式各样的这些 跟弱势有关的议题 都有参与 而且它所呈现出来的报导 也跟一般的商业媒体不一样 那我们应该要支持它 募资的好处 它其实是利用群众的力量 来改变一件事情 公库就是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也就是说 它透过这样募资的方式 那每个人都是小额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不容易被左右 你可以捐款给一个媒体 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未来 蛮重要的趋势 因为只有他们一直被力量支持着 他们的声量才有机会变大 然后它才有可能跟 你说不管是网路的巨兽也好 或者是扭曲的新闻报导也好 或者是整个价值观 其实在改变速度非常快的社会意识也好 我觉得这才有办法抗衡 发现公库是有一群 大概平均年龄不到 大概平均年龄27 28岁的年轻人 组成了一个新闻团队 现在是一个网路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用很简很轻便的摄影机 我们就可以去记录一场新闻 或一场运动或一场抗争 那他们这样子得给运作十年 那我觉得这个会让有一些年轻人看到说 公库的一个这样的发展是一个模式 那也许有人觉得我也可以成立一个制媒体 我觉得公库某种程度 他在做的是一个媒体的运动 也就是他去告诉大家 那到底什么样叫做新闻报导 什么样叫做我们应该看的新闻 所以当然我会希望他们在这个 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媒体的环境 会很恶化 劳动条件也很恶化就好 我当然会希望他们可以持续的存在 因为有这样的媒体存在 我觉得很多的社会议题 它才有发生的空间 大家好我是公库的薰衣驻 助导 拍摄 恭喜 请客 打开 繁镇 国转 我 可以 收手 想這樣看起來我應該是最正常的吧 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過年也有特別節目繼續鎖定 參與時光會客室還有公布的頻道 出十去 你一個人躺出去 歡迎再次回到參與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今天是我們的新春 熱情 三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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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三百集 我們平常也差不多都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人要特別介紹 這個人 走到這個人是誰 公庫 大野仔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到底是誰 那個是誰 是怕你們看不清楚 是怕你們每一集都來看一下 太近了嗎 太近了嗎 很清楚 太過清楚了是嗎 王美不都要放在你的手前 太多了 可愛的大野仔 你是這一集要近的 抱歉 這個大野仔就是公布了一個 形象小人物 但是也有優點也有缺點 優點大概就是一個 大眼睛看起來很清楚 然後他拿的是攝影機 我們就是記錄台灣的社會運動 所以就是一個很清楚 那有麥克風 其實我們其實不常拿麥克風 很多記者讀法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沒有手可以在讀法了 所以這個麥克風 也有一種記者的感覺 對 那所以他就是一個優點 就是看起來就是一個 我就是用我的眼睛去記錄那個 台灣的社會運動影響 那尤其是用攝影機拍攝的人都知道 那個我們就一隻眼睛會靠上去這樣 所以就是一隻眼睛然後去 去記錄真實 記錄現實這樣子 那這就是他的優點 看起來很清楚 缺點 就是不太像一個媒體會使用的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那女孩子會覺得不錯 但是可能在專業度上 可能會有一點 不夠 不夠沒關係 這個很重啊 因為我們都覺得 很多的所謂的獨立媒體都很嚴肅 我們其實都希望可以 稍微的Friendly的一些幫忙 但是其實也沒有太Friendly 我們對政府很不分 我們用報導的方式 是可以比較有賽的 大家容易看得懂 是是是 那這個大眼仔呢 他叫大眼仔 他有一個設計他的人 叫大眼仔的媽媽 他叫曼玲 就是他也是我們的捐款者 那以前其實我們 在博科會數位檢藏時期的時候 他就幫這個 管老師義務的 來設計了這個大眼仔 那其實近幾年 他也是有跟我們聯繫 其實他有想說 要不要包含這個 公布整個形象設計 要不要再重新 再做一個新的設計這樣 那 沒關係啊 這都要花錢你知道 我們可以把這個錢 收起來在別的地方 或是什麼的 或是之後有空 我們可以再請大眼仔媽媽 回來一起討論 可以公布 可以換一個新形象啊 或什麼 不過現在重點就是採訪報道 所以那些 沒關係 之後我們再看看 等到我們經費充裕的時候 我們再 畢竹瓜無威 對 沒錯漂亮一點 那我們繼續邀請 我們的歐玉珍 來跟我們談談 在這個 捐款的 打電話的過程 會遇到一些 什麼有趣的 或是什麼樣的回應 有些蠻有趣的 就是打進去的時候 他以為我們是那個 地球公民基金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們是公民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協會 然後他說公民什麼 你們是地球公民吧 什麼的 然後就是我們那名字太長了 對 名字真的太長了 你可以唸一遍嗎 唸唸看 好我們的名字是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對 然後就是可能他會以為說 我們是另外的團體 然後他會覺得說 喔是喔 那我不知道你們是誰 可是 就那大小朋友就會覺得蠻緊張 他不是我們巨團者嗎 對 然後有說你可能 忘記或是你 捐錯了 你可能真的要捐地球公民 對 然後大家就不曉得 然後我就想說 好沒關係 那反正我們這邊會再幫你處理這樣 那可能你也剛好到期了 那就先跟你通知一下你曾經有 所以這樣的演藝也會繼續捐 對 就是很莫名 他後來就跟我違約 對 可是我也不好意思在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違約 可能他想起來了之類的 對 就是那種蠻可愛的 然後還有一些是鼓勵式的 就是他可能會有時候就會問說 那不知道你最近看公庫新聞有沒有什麼 特別印象深刻的議題 或是你覺得我們可以多多改善的地方 然後大家會回都說 就是現在生活很忙 其實要看公庫新聞也要 就是多花一些時間 那平常可能沒辦法這樣 然後他們就是都會說 沒關係 你們加油就好 我們會當你們的後盾 對 是真的喔 謝謝他 謝謝他 很感動 很感動 然後甚至還有遇過就是年紀比較大的捐還者 然後他就會說 因為他可能聽我聲音 然後也覺得說就是我就是年輕人 我確實也是年輕人 然後 那一開始講我是年輕人 類似聽Podcast的不停準備 我就還沒買30這樣子 然後他可能就會說什麼 喔好 那你們一定要加油 那沒關係我無論如何都會支持你們 那希望你們年輕記者可以如後不自由的往前衝 就是類似這種 對 催淚吧 對對對 就是有時候忘記跟大家說 其實蠻感動的啦 就我自己接受 這不會是一次一邊的網路 沒有沒有沒有是真的我聽到 然後就是因為有的捐還者可能是他比較忙 或者是他在比較遙遠的地方 然後我可能好不容易跟他確認完說 欸你這個捐還我們已經收到了喔 那感謝你 就可能跟他回電講一下 然後他就是也會說沒問題沒問題 所以是有問題可以再回來找我 沒關係這樣 你就會覺得說哇 就是台灣這個孤島上面 就是有人住很遠有人住很近 然後就有一種天涯若比林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說天啊 我們的讀者真是無遠福建 他可能真的在東沙巡島 或是在小琉球藍雨之類的 不確定 可是就發現欸真的就是每個地方都有人在看我們 那也是覺得蠻感動的 就也值得再繼續努力一下 其實真的有喔 我有些朋友他們住日本 住英國 住美國 他其實會看我們的報道 因為他們想要知道到底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他可能人在異鄉在異國 但他還是很關心自己的這塊土地 所以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不管是捐錢也好 或是點閱也好 或是按讚也好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 一種支持的方式 對喔 所以這個其實 而且我覺得剛剛談到一個很大的一個點 就是大家對台灣的媒體環境 看起來是很多人的失望 但他其實還是有一些希望 這希望也許就是在所謂的獨立媒體的身上 例內媒體的身上 或是一些年輕人的身上 我還記得 我以前很早很早的時候 在地下電台主持節目 那時候還在念縮詞版 然後呢 那時候聲音都還沒有那麼煙 煙嗓嘛 還是很老 不是老 就是很嫩的時候 然後談到那些主人的一些長輩說 喔 少年你真正讚 台湾無敵單的無希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貼切的一種一種鼓勵 對 所以這個不管 因為雖然我們正在商談是一個捐款 但是我覺得分享都是一種支持 按讚都是一種支持 那當然如果可以捐款給我們 然後還有給其他的各式各樣的媒體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棒 因為一個國家 或是一個國家的媒體能不能好不好 它其實跟媒體政策有關 也跟這個民眾 這個地方的民眾 他到底知不支持 如何支持 都有很大的關聯性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要請我們最資深 剛剛說他自己最資深要去唱 講錯了 講錯了 最之前的 如龍姐來談一下 對 你最主要的工作是 記者採訪跟電子報嘛對不對 對 就是我還要負責畫電子報無份 那我們就是 每兩到三都會處理是電子報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抱怨就是 常常有人會說 欸你怎麼沒有在處新聞 那其實是因為臉書的演算法的關係 就是滑滑滑過去的時候就直接消失了 那我們 所以我們就推薦你 就是給我們信箱 那我們每兩到三個三週呢 我們就會整理好一封 美麗的電子報 然後直接 超美 對 直接寄到你的信箱去 那裡面除了我們的 daily的報導之外呢 還會有就是 參生子公會 就是日本節目 然後還會有一些讀者投書 然後其實讀者投書蠻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這個人 他在這個場所 或是說他自己的心路歷程 從他的角度來看事情 然後也會邀請一些專欄 我們可以看到比如說 比利時的國家的發展 或國家的議題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電子報我覺得很重要 當時我們其實 開始設計電子報的時候 當然已經是電子報退流期 那後來我就覺得說 電子報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大概幾年前就開始演算法 會屏蔽很多很多 我們應該看到 但是卻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一個口號 就是讓新聞直送到你家 讓新聞直送到你的信箱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過程 在這個時候的信箱就可以看到 當然 聽說我們的電子報的開啟率很低 是不是 對 沒錯 我們開啟率就有點低 但是 我們會去看後台 然後其實有 在美國或其他澳洲的人 會看我們的電子報 就是蠻感人的 然後 所以我們也希望 就可以提高觸及率 那希望大家多多點我們的連結 進來看我們的電子報 或是說直接把信箱 看到我們等一下 這邊就會出現我們的信箱 對 我們的信箱 信箱 是哪的 你超靠自己的眼 拜託 好 那剛剛談到 所謂的很多 有些國外啦 有沒有看到很多 很多國外的族會看我們東西 其實我們有一些 跟國際合作的一些 一些專欄嘛 例如說 我們其實跟香港獨立媒體 獨立媒體 香港 所以這個所謂的 跟大概碰過差不多類似性質 我們其實有蠻常互動接觸 或者是像 這個香港基金報導 或是香港維攻新聞 那當然之前也有 包括一些日本的專欄 或是中國的 這些民運的朋友 他們都會投稿給我們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的是 我們會定期翻譯一個東西 是Engage Media 它其實跟公庫有點像的 一個影音 紀錄的媒體 但是也有報導 但是它的範圍其實 不是只有局限在 它自己的所在地 而是在整個亞洲南亞一帶 對 沒錯 就是Engage Media 它所南瓜的新聞範疇 就是包括東南亞一帶 然後澳洲 或者是就是 台灣人知道的這些狀況 然後越南菲律賓等等 那它呢 其實新聞的內容呢 也非常的多樣 就有時候它可能是一個 簡單 例如說 這個人物他今天 在菲律賓居民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他的小故事等等 對 所以有一些可能是 跟教育有關 或是跟他們地方的一些 議題倡議有關 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在 Engage Media上面都會看到 那我們其實也覺得說 欸 既然功夫都是一個 用公眾資源在經營的媒體 那你可以把這樣的資源 就是引進來 讓更多讀者看到說 欸 東南亞世界發生了哪些事情 所以像之前 也不是之前 現在疫情正蔓延的這個時候 其實Engage Media上也有蠻多 就是東南亞各國不同的 不管是它是獨立媒體 還是記者去拍攝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會固定每個月 把它翻譯給大家 讓大家了解說 國內外的疫情狀況這樣子 我們都蠻希望跟亞洲 或其他國家的這些 所以獨立媒體都有一些串連 當然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專欄 就是讀者投書 對 那讀者投書的負責人 就是我們的心理 讀者投書 就是 為什麼你這是因為 你會承受 讀者投書 讀者投書 最近變少了 都是投給那些很有名的 投我們通嘛 以後我都會自己投 只要管大家會幫我編輯 沒有 可是就是像其實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疫情又開始又變得比較嚴峻 所以其實這陣子也是開始 還是會有一些人 就是針對疫情去做投書 那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是像其實之前可能同婚啊 或什麼 其實同婚這就是社會吵得很兇嘛 可是其實也會有一些可能比較 他當然也是支持統治議題 可是他可能會有一些 有別於可能當時這個社運或運動的 主流論述的一些論述 就是他們也都會投書過來 那我覺得那其實就會讓討論變得比較豐富 就不會只是說好像團體開記者會 然後我們報導那個記者會的內容 那他就會有一些 有別於這個 就還是支持同志婚姻 可是他可能是不同的觀點 然後在投書裡面呈現 其實我們都的投書 其實大體上來講 我們都會 雖然我們有自己的 對一些議題的看法 但是我們都的投書 歡迎各種不同的立場 我們甚至有時候 會去邀請不同的立場 來在這個論壇上面 去進行對話 因為我們可以有立場 媒體也有立場 但是他還是可以成為公共的一攤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所以讀者投書現在的狀況是還好嗎 還好還好 還不錯 寫得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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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你很不熟悉 沒有 就想說最近好像就是在講疫情吧 因為如果投書寫得比進的好怎麼辦 那就會 他寫得好好喔 要不要不要一直看 不會啊 我不是該不會啊 但我們除了投書 其實我們也會去邀一些 像管大也會邀一些外稿 就是在演書上 看到寫得還不錯 討論議題的就會很難 但是寫得不一定是我們同意的觀點 但是我覺得媒體還是要促成公共討論 對啊 我們其實常常就會被退戰 譬如說 就是我們可能有一個 當然是支持議題的同溫層 可能有時候我們可能就會看一些比較是 可能跟議題的立場相 就是相似的 那就會很容易被網友就是留言說我要退戰 然後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沒有按讚 哈哈哈哈 下去了啊 他怎麼看得到 他怎麼看得到 應該我也不曉得 不是你到底想要得罪多少 哈哈哈哈 這邊馬這樣 這邊馬這樣 直接啊 他的立場很怕 你可能根本就沒有按讚 醜醜醜 好好 沒關係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不認識 我們也只能夠一遇尊重 那應該是說 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這樣講 我們不會去討好說 你不愛我們這樣做 喔 你又是跟你做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 就是 我們這個想法是什麼 我們都是可以對話的 那如果你不支持 我覺得按 這個時候把我們體力人掉 可以人掉 我覺得退戰都很是一種方法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更積極的是 大家來聊 大家來討論 因為我們會希望這個社會還是 經由不同的意見跟觀點 碰撞之下 它才會進步 可是我們常常會報告一些 邊緣的議題 可是當這些邊緣的議題 變成主流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常常會 退到後面去 因為可能主流媒體 就報道就不太想說 就算了 就是這樣大家都可以去報道 可是我們在邊緣的議題之外 還會找到邊緣的邊緣 更邊緣的東西 那捐撞在過程當中 例如說我們常常會看到 有關於同事的婚姻的這個問題 同婚合法我們開始報道很多 那後來其實就報道很少 因為它變成一個主流媒體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去退出 可是在有關於性別的運動上面 它還有一些更邊緣的議題 是 就譬如說 雖然同婚通過 但其實跨國的同事 還是在台灣是不能登記的 或是還有一些收養的問題 收養權益 我忘記的是 要有血緣關係才能收養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 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 那除了之外 譬如說像南鐵案 在破千案 其實也很 邊緣都很邊緣嘛 因為原本我們可能以為 你只看到 南鐵的城市小家被拆了 你以為事情就結束 或是媒體都說 南鐵案落幕了 但譬如說現在還有 黃春香家 很多半拆戶 所以它只遵守一半 像這樣子的議題 他們可能就漸漸的被大家遺忘 或是說其實他們現在還在奮鬥 那我們公庫就會 持續去關注 像這樣子邊緣中 又邊緣的議題 嗯 其實我覺得東西還滿周 就是我們每一年 幾乎每一年都會報導 身性障礙者的議題 是 對這個其實 你知道嗎 台灣每一年幾乎都 應該都有嘛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大家應該 我記得都在11月左右 嗯 或年底的時候其實 但是這個這樣的一個題 不太會有人報導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議題嗎 障礙者遊行就是 大家可以想像 可能就很多坐輪椅的人 就是在街上這樣子 那平常其實我們也會看到 那我們可能就會覺得說 喔 就是可能有人陪同他 或是 其實不太會想要他們處境 那其實很 自從我跑了很多障礙者遊戲 甚至像 守天使 障礙者會訴求他們自己的性權要被看到等等 他們也有自己 呃 性的需求 那他們要怎麼解決等等 他們就是 近年一直上街會去 呃 宣導自己的 或訴求自己的議題 那也是因為我跑過這些議題之後 我可能才會覺得說 欸 我在坐公車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輪椅族 他其實是很難上公車的 就 平常隨時都在發生 可是 他們好像每天會這個 奮戰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呃 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議題這樣 嗯 其實我們常常會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 有些自我反省 就是 我們會從這些 抗議者身上 學到更多的東西 或是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 我不曉得其他的幾位 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事情讓你去反思說 喔 原來是這個東西 我們會省好 原來他們這些處境 我從來沒有看過 原來我其實過得比較幸福的 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有這樣的一個歷程嗎 Local 會介紹一下 嗯 這種事情就是真的蠻多的 因為就是平常大家的生活 可能都就是那樣過嘛 然後就是上下班什麼的 然後我可能自己平常的生活經驗 也沒有很多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為我自己是屏東人 所以我的議題 大部分都是從屏東開始出發 那那時候 嗯 因為我發現就是屏東 有一些跟破千有關的議題 正在發生 那它跟屏東火車站的開發有關係 那火車就是對大家來說 就是一個進步的象徵 火車站越戰 你們那都市就是越 開到我 開到我家 那個是火車的高架化 或者是高鐵 對對對 然後所以就是類似這樣的 會這樣的改變 在屏東其實看到蠻明顯的 那在這個繁榮的背後 其實也會看到說有些人 他當然就是 例如說土地會被徵收 或者是他的一些權益會受損的情況 那例如說高鐵好了 我也不一定做的是高鐵啊 類似這樣的狀況 那有時候就是會看到這些破千物 他們可能就是 從南到北到處在幫忙聲援 然後就是有點是弱弱相扶的感覺 就算是今天我家過爆 但我也會去幫忙別的地方的事情和活動 然後就是有幾次他們可能就是都會跟我說 欸真的很感謝你幫我們把這些事情發生 那我那時候才知道說 喔原來我手上的這個攝影機 跟我打的這些文章是 對他們來說是有一些位階 或者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管道 然後可以讓外面的世界的人知道說 欸原來在這個頻道的地方 也有發生哪些事情 那也讓我自己覺得說 欸原來這些事情我覺得沒有 就是我只是寫出來啊 或是我只是把它報道出來 其實對這些當事人來說是莫大的影響 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我們常常在有一些的 在新聞學裡會談一些東西 有些比較主流的媒體 那很多大型公司會說 啊什麼什麼什麼媒體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所以他們就是 因為他們希望很多主流媒體來報導 然後但是其實我們在採訪的時候 經常是只有我們 或是極少數的 像公共電視啊 或是極少數其他的所謂的獨立媒體 然後我們常常都進到一種 一種規定就是 還好你們有來 或還好功夫有來 或還好功夫有來 很感動欸 真的喔 假哭 假哭 真的喔 過年不要哭 這句話應該是你說的 還好功夫有來是你說的 對 對 就是我之前去採訪 欸我忘記哪個案子 應該是個案子 編集也有採訪哦 我以前 以前都還在評寨上過 長大怎麼了 小時不讀書 長大編集 不要不亂講話 不要贏賺了贏賺 新年就要被抨擊 就是那個時候去採訪 然後就有一個大哥 我們也常常遇到 那個大哥看到公庫來 其實就覺得很安心 因為常常他們在那邊等啊 好像主流媒體都沒什麼興趣 好不容易等到有記者來 然後他就說其實看到公庫 除了覺得會有人抱來 其實也是讓居民覺得很安心 就是說其實他們這樣發生 是還是會有人看得到 我想公庫存在目的除了 記錄這些聲音之外 記錄這些所有社會運動的過程之外 我覺得還有滿重是讓微弱的聲音 繼續被聽到 就是要讓微弱的聲音繼續被聽到 讓大家知道這個社會存在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當我們去看到這些問題 正是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個社會才有可能是真正的進步 因為它會有所謂的大家發聲 然後開始有一些辯論 開始有一些討論 我們才會發現 喔原來社會裡面的問題是這麼的多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收聽 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要再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到了今年2月開始 其實我們原本是跟公共辨識 迪恩合作 那後來變成我們獨立製作 所以每一次我們開始獨立製作 當然每一年每一個月的經費 大概都會多了兩三萬在節目製作上面 所以像我們這一集就非常陽春 我們完全沒有攝影師 後面都沒有人 對 你們看不少 等一下我們拍個照片跟他講 這機器的後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完全沒有攝影師 然後三台機在那邊拍來拍去 然後做後製 所以我們這樣 其實這樣還是要很高的機會 所以很歡迎大家 來繼續的支持我們 透過捐款 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繼續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走得更好 然後做出更好的報道 那最後我要祝大家 新年快樂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是 要什麼 年年有娟娟 月月有定地 奉雙功夫 OK 不要開始唱歌了對不對 好 OK 好 好 希望大家也可以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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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好 今天過的最後 特別謝謝牧哲來提供我們 這麼好的場地 以後我們如果在台北錄影的話 也會在這個 卓專有書牧哲咖啡這裡 來跟大家繼續聊天 我們下午再見 掰掰 掰掰